行星绕着恒星转,会星会变成流星,为世界带来惊喜。 剩下光年,围绕着这样一个异象,为观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三个人之间的情感故事。 这三个人,一个人代表恒星,一个人代表行星,一个人代表会星。 代表恒星的,是从小患有多动症,长大后很爱打篮球的坏男孩守恒。 守恒,像恒星一般,他吸引着别人,散发着燃受不尽的能量。 代表行星的是好学生,乖小孩,正行。 因为他的乖和温和,老师给他下了一个命令,规定他要成为坏男孩守恒的朋友,帮助守恒成为像他自己一样的乖小孩。 于是,正行像行星一样,从此守护着守恒。 代表会星的是转学来的安静女孩,会加。 她安静,却也有着一股叛逆的力量。 她先后爱上正行和守恒,划过他们的世界,扰动了他们的生活,却也给他们带去了惊喜。 这是一个典型的,他爱她,他却不爱她的故事。 闯入守恒与正行世界的惠家,先是爱上了正行,可哪知,正行的心理全是守恒。 失忆的惠家,爱不到正行,就爱上了正行所爱的守恒。 而守恒与惠家的接近,又让正行痛苦不已,逼迫着正行,要证实自己对守恒的感情。 如果没有惠家,也许正行会将守恒守恒当作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一般永久地执行下去。 可正因为惠家的到来,他们每一个人都从懵懂的年纪,被逼迫上了一条不得不自我审视的混沌成长之路。 今天的思义马拉松,我们就来着重拉篇分析一下惠家与正行的台北之旅, 这一个触发了全篇人物成长与情节发展的段落。 重点看看,导引承证到是如何通过王家卫士的视觉语言来描绘这一核心事件,定定全篇影像风格的。 而通过厘清这些影像风格,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更好的进入剩下光年的方式, 甚至找到更好的进入剩下光年续作,剩下未来的方式。 这个段落开始前,电影通过一段童年回忆,交代了正行与守恒,竹马竹马的关系。 两人长大后,正行总爱在篮球场边,看守恒打篮球。 打篮球的守恒也很需要正行在场,如果正行不在场,守恒总是没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 正行的眼睛里对守恒懵懂的爱意已经在逐渐觉醒,可守恒却还是把正行当哥们一样对待。 交代完守恒与正行的关系之后,回家进场。 回家,作为转学生,因为头发太长,违反学校规定被当众处刑,剪掉头发。 温和的正行显然不能容忍这样的残忍行为。 在这样的状态下,电影向我们揭示了正行与回家的亲近关系。 为了让回家好受一点,正行亲自帮回家剪头发,还安慰回家说头发还会长出来的。 因为正行的温柔举动,回家想要带着正行一起违反校规,逃课去台北享受纯粹的二人时光。 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画面是距离非常近的二人特写镜头。 这样的景别与距离,奠定了两人亲密无尽的关系。 接下来,自带静国意味的台北之旅开始。 手持镜头的抖动加强,青春的躁动开始。 画面明显倾斜,给人一种水流的倾斜感,一些不可控制的东西将要翻涌而出。 与这种抖动与倾斜,形成性命对比的,是在这一刻之前,以稳定镜头,水平镜头为主的童年回忆。 而在这个画面中,出现了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元素,镜面。 而镜面的元素,贯穿了这整一个段落。 下一个镜头,两人买好票,搭上列车,列车从镜像源驶离,列车的车窗上,反射着人住的风景。 列车上,狭小的空间里,在窗外风景的映衬下,会驾与正行脱下校服,换上自己的衣服。 两人对于男女有别的身体,还感到非常的私密与害羞。 列车四周,虚立于傲然的植被和奔流布置的河流。 换好衣服的会驾与正行,回到了车厢里,在窗边坐下,对于这场旅行兴奋不已。 以上三个镜头,换衣服,列车后的风景,回到车厢坐下,都包含了绿色与蓝色这两个颜色。 水源滋养植物,时间贯注青春,即将要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表现夜色中的台北,导演使用了两颗镜头。 第一颗镜头,是引出地点的大全景。 下一颗镜头,是推进的全景。 这一颗镜头中,左边的这栋楼,延续了火车窗户,对环境的镜面反光。 然后,就是会家陪着正行,要在大城市台北里,给自己打一个耳钉。 如果说,之前的售票处,火车外,台北上空,都是在暗处戳的铺垫机面元素。 那么,这个场景,就正式地介绍了镜子的元素。 整个正行达耳钉的过程,都在镜子中被呈现。 达耳钉后,正行也对着镜子端下了自己。 青春期成长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自我意识的萌芽和觉醒。 并注意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正行在会家的带领下,叛逆规则,改变自己的身体, 并通过镜子观察自己,正表现了这样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 而列车车窗与镜面大楼,就在这个过程发生之前, 铺垫性地强调了个体与环境的照应关系。 耳钉打在右耳上,又暗示了正行的统治身份。 打完耳钉之后,正行与会家在两颗倾斜的镜头中奔跑。 因为镜头倾斜的角度,视觉上它们是从下向上顶着引力奔跑, 又更强调了这种生长的感觉。 下一颗镜头,为电影引入了蓝与黄这一组反差色调。 蓝色将人物包裹,黄色在底下涌动。 蓝黄是电影中的常用配色, 我们在大卫分歧为了牛瓦的系列解析中都经常提到,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观看。 蓝色与黄色搭配出现, 往往渲染着人物的内在分裂与挣扎。 在这颗镜头中, 会家与正行问起对方有没有交过男女朋友, 好像异系恋前女一般, 分裂与挣扎的潜在危险就浮现了。 在镜头最后, 熟了正行的T恤,黄色基本离开画面, 会家伸出手,正行在犹豫了一秒之后握住了会家的手。 正行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并非异性恋, 还在试图按照主流规定的生活方式来行动。 但作为观众的我们, 已经基本可以猜测出正行对手魂的感情了。 所以正行被环境中冷静的蓝色淹没, 暗流涌动的黄色留存在正行的体内。 下一颗镜头与这形成反差。 当正行做出了握住会家手的决定之后, 代表正行体内本能的暗流涌动的黄色, 又压迫住了客观设计的蓝色。 黄色与蓝色像是推手一般, 展现了本能与规定的对抗力危机四伏, 遥遥欲致的俯视镜头更是加强了这种危险感。 会家领着正行走上楼顶, 对着城市呐喊, 镜头里的墙壁延续机面反射的元素。 在这颗镜头中, 会家向正行提出了, 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在太北过夜的要求。 在一个尴尬的对视后, 正行与会家来到了旅馆。 根据我们之前解析的蓝黄色调体系, 在楼顶, 会家提出去旅馆的要求的这颗镜头, 整个被还进的蓝色进行。 从楼顶到旅馆的全场镜头, 黄色将蓝色包围, 在到房间里时, 蓝色就彻底消失了, 整个场景都被黄色支配了。 这也就坐实了蓝色与冷军的世界规则, 黄色与被压抑的不能天性的对应关系。 从楼顶到旅馆的全场镜头, 曾达尔丁时引入的静节元素, 做了一个升级换代。 这下可不止一个镜像了, 会家和正行经过的时候, 出现了层层叠叠的重影。 这些重影暗示了会家与正行, 接下来即将要经历的强烈的自我意识震荡。 在黄色压抑的灯光下, 正行跟随会家登上楼梯, 背后仍旧是他们扭曲的影像, 进入房间还是以他们被割裂的影像开始, 进入房间后, 手持镜头调转, 仿佛无注意力地转移。 会家和正行处于画面的两侧边缘, 强调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时, 他们的距离感与这整一个段落开始之前, 两个人的距离感简直是天差地别。 会家无法忍受这种距离, 于是主动靠近了正行, 并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播放着小嗨片, 会家望向了画面之外的情欲, 正行则望向了镜子里的自己。 接着, 会家跑到卫生间整理自己的头发, 导演又巧妙地用镜子反射出房间里的正行。 这两颗镜头形成了一组对应的三角关系。 会家、正行与镜子中的正行, 会家、镜子中的会家与镜子中的正行。 会家被置于正行与正行的关系线之外, 而正行却处于会家与会家的关系线之间。 很显然, 正行此时的挣扎是向内的, 自我的挣扎, 而会家的挣扎是向外的, 指向正行的挣扎。 会家渴望正行, 可正行却并不渴望回家。 这一点交代清楚之后, 这场不对位的床戏正式开始。 割裂的影像延续, 镜子的纹路在这颗镜头中像是牢笼一般增强此刻的压迫感。 会家主动, 正行被动, 在一番心理挣扎之后, 正行像是要向自己证明什么一般和会家稳了起来。 这时, 镜头切换到了几颗貌似热烈的镜景。 最后, 镜头向前推了一步, 切合正行停止轻吻的动作。 正行想要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举动, 失败了。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正行躲进了厕所, 把门关了起来。 这个门一关, 会家和正行就分别处在了一个私密的空间之中。 会家这边没有镜像了, 是一颗干净的特写镜头, 它已经很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 但正行却仍在审视镜子中的自己。 但镜像也没有再割裂, 而是回归到了达尔丁时的单一镜像。 在一份震荡之后, 他明白了自己要面对的挣扎是什么。 他抗拒这个不正常, 不符合规定的身份, 因此, 他恶狠狠地摘下了右耳上的耳钉。 火车从黑暗的隧道往回开。 当你以为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时, 光明却被遮挡住了一半, 一切都不再明朗。 与前往台北时, 环境离它们远去不同, 这回, 环境不断地朝它们袭来, 一个残酷的世界, 一个它们不愿意面对的世界, 等着它们去面对。 台北一夜只整一个段落, 为剩下光年, 引入了这样三个视觉元素。 镜面, 倾斜角度, 蓝黄色调, 这三个元素, 与这个段落之前的完全无镜面, 水平镜头, 蓝绿色调, 形成了清晰的进展关系。 这三个元素, 也在台北一夜这个段落之后, 贯穿在了接下来的整部电影之中, 在影片的最高潮, 最久的守恒, 因为害怕失去正形, 与正形发生关系的这场戏中, 达到了顶峰。 那么, 同样对镜面, 倾斜, 黄色灯光, 这三个视觉元素, 情有独钟的还有谁呢? 王家卫。 在王家卫的影像世界里, 镜面不仅仅对包围人物的狭小空间进行了延伸, 更为人物不断审视自我提供了一个空间。 耳朵可风, 倾斜, 抖动的镜头里, 也永远张扬着蓬勃的生命力, 黄色的压抑灯光, 更是在花样年花里大放异彩。 如果你想听我们详细解析, 王家卫的作品, 欢迎在弹幕里扣个1哦。 王家卫对陈正道的影响, 可以从综艺杂志对他的访谈中证实。 陈正道提到, 他小时候喜欢王家卫, 现在喜欢徐克, 郑可欣。 虽然, 他在同一个采访中强调, 如果我发现有些导演跟我的风格相似, 我有一天可能变成他, 那我就不会喜欢他。 代表说, 陈正道在后期, 有意的偏离王家卫的视觉风格。 但在处女作中, 这些影响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即使到了《盛夏光年》的续作《盛夏未来》中, 通过镜面来表达自我与自我的互动这一逻辑, 也仍旧被保持了。 镜像的自我探索, 倾斜的本性释放, 黄色的暧昧欲望, 这几个视觉特征也就点名了 《盛夏光年》中青春的两个关键词, 混沌与压抑。 因为探索必然伴随着混沌, 释放的前提必然是压抑。 陈正道, 将这两个特征在《盛夏未来》中进行了延续, 这种压抑与混乱, 不仅体现在了于心和陈诚的世界里, 也体现在了陈诚妈妈的中年人生中。 但对这样一种混沌和压抑的人生, 显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卖账的。 《盛夏光年》刚上映时, 有这样一派原著党, 他们将《盛夏光年》与原著《光年》进行比较, 认为, 原著中的正形在单恋守恒时, 更平等、更勇敢、因此更合理。 而《盛夏光年》中的正形, 却更卑微、更被斗, 因此说, 陈正道是在抹黑同志群体。 可是, 现实中只有勇敢的人和平等的关系吗? 显然不是的。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里, 爱上Olive的Elio不卑微吗? 春光炸蟹里, 爱着何宝龙的李耀辉不卑微吗? 盾背山里, 爱上Anise的Jack又不卑微吗? 可是, 《盛夏光年》对援助党, 坚信爱情只应该是一个模样。 所以, 当他们看见爱情的另一个模样的时候, 就不乐意了。 巧的是, 《盛夏光年的续作》《盛夏未来》, 也有一大部观众特别不乐意。 他们看过预告片之后, 认定这是一部男女恋爱青春片, 结果进了电影院, 被反转了, 他们就特别不乐意。 可是, 援助不就是拿来改编的吗? 预告不就是拿来反转的吗? 《盛夏光年的援助党》, 和《盛夏未来的预告党》, 在某种意义上很相似。 平等的爱情也好, 少男少女的甜美爱情也好, 他们都觉得, 生活有一个范式, 在此之外的都不可容忍。 他们也都不能接受, 对方明明不爱你, 你为什么还要可怜巴巴地, 赖在他们身边? 如果没有经历过, 在不受控制的爱, 与不能控制的命运之间被压抑的人, 或许的确很难体会这种心情, 但其实, 你不能体会, 也可以试着去了解, 而不要急着否定。 关于《盛夏光年》和《盛夏未来》, 还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争议点, 就是, 手横为什么要上正行, 雨昕为什么要清沉沉。 这两个行为, 本质上是同一个行为, 它们都是在强烈的友情, 与强烈的爱情的错位下, 处于混乱中的角色, 做出的无可奈何的补偿, 与挽留的举动。 仍然, 即使你不能体会, 也可以试着去了解, 而不要急于否定。 陈志闹的两部剩下作品, 相隔15年, 却引发了相似的议论, 说明, 它没变, 世界也没变。 这些议论的背后, 也呈现出了小众生活经验的表达, 面对主流文化, 大众市场时的困境, 这些电影, 就好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 面对被规定的大环境, 一面想要施展天性, 一面又要压抑天性, 想说的话说不出口, 只能冒着被误解的风险, 不断地迂回。 杨德称的电影《一一》中, 有一句经典台词, 电影发明后, 人类的生命至少延长了三倍, 以一颗开放的心态去看电影, 你的生命才会被延长。 如果你有过一个压抑和混乱的青春, 希望在电影中反观自己, 找到慰藉, 剩下光年与剩下未来都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的青春没有压抑与混乱, 但愿意去多了解这个世界, 多了解这个世界里与你不一样的人, 剩下光年与剩下未来也值得你看一看。 看过的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弹幕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的感受。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让更多人发现我们哦。 斯尼马拉松, 我们下期见。